长书联播书建恩仇录 援助金庸 演播田连园 欢迎继续关注 五个清兵追到 把这少女给包围了 这个时候其中有一个拔总 这拔总就问 干嘛的 过来 陈家洛吵着他们微微一笑 陈家洛心想过去啊 过去你们的末日就到了 这个拔总 一看他们站那不动 马上冲着那四个清兵 就下命令了 过去 把他们给我拿下 这拔总啊 是小头目 底层的五官叫拔总 比拔总再大点的 叫千总 清明 这两个朝代都有这样的底层的五官 这是官之名 小头头 这个拔总一下命令那四个清兵 马上 把这个刀逼着就上来了 望上这一铺 他们望上这一来啊 那说平素这几个清兵 可没有好东西 尤其是见了妇女 立即就长精神头 那眼珠子马上就泛光 可是今天见了这个少女的面容 这几个小子竟然不敢往前靠近了 好像往前一靠近 亵渎了这个少女 就像有人要惩罚他们一样 所以他们没奔这个少女来 奔着陈家洛来 他奔着陈家洛这一来就跟陈家洛手脚一抬 听唐叮咚咚咚咚 哎哟 马公 怎么回事这么多烂七八糟的动静 这清兵的兵器出了手了 这清兵被点了穴了 难了瘦了 出了声了 叫了巴了 全趴下了 四个清兵 先后飞出去 爬到地下了 在那干得哼哼 起不来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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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哟我的妈呀 这小子的妈捅我哪了 我动不了了 这四个小子都不能动了 这个巴总一颗 这可咬不得呀 瞧这个小子一个人对付我们这四个 就是抬手投足的功夫 我这四个地形就全爬去了 我上去怎么样 我上去 我也得爬下 干脆 我跑吧 这小子转身就跑 陈家乐在身后喊一声 回来 喊了声回来 这小子心想我回去 我能听你的吗 你让我回来 我偏不回来 他继续撒腿往前跑 陈家乐 马上有大兜囊之中 掏出来了猪锁 一抖这猪锁 哗啦嗖 出去了 这个猪锁正好掏在他的脖子上 这个锤头有那么一个惯性 揉的一下子 把这脖子上面缠了一口 缠上这一口之后 陈家乐忘回一车 你给我回来 这小子马上随着往回一蹬的这个劲儿 他就回来了 赶不回来吗 再不回来就勒死了 揉的一下子脚都离了地儿了 回来 这回来之后 旁边这个少女就看刚才陈家乐这几手 太漂亮了 四五个人都不是他的对手 这个少女眼睛露出了静默之色 他瞅着陈家乐 陈家乐一把把这个少女的手拉着 扯到身旁一块大石头上坐下了 陈家乐用回语就问那个把总 你们到这儿来干嘛呀 啊 这把总啊 脖子什么那绳还套着呢 瞪着眼睛 只瞪两个眼睛瞅着陈家乐 还有这少女 你看那四名属下都躺在当地 原地不动 呲牙咧嘴 直到我今天呢 这是碰上科兴了 在这儿不敢耍脾气 不敢玩倔强 就说了 呃 我我说这位这这这这位公子 呃 我呢 我是这个会 这我是那个赵慧将军的部下 呃 赵慧将军部下的一个小头目 这个上次让我们上哪去 那我们就得到哪去呀 我们怎能敢违抗呢 陈家乐心想 你这话说的倒不错 陈家乐说 我问你呀 你们的上司让你们到哪去呀 呃 说实话 啊 你要说实话 我就可以把你们这几个人放了 要是不说实话 我就不放人 我就让他们就在这都待着 全在这趴着 我告诉你 要在这趴着 我不给他们动手救治 你这几个手下人 就死在这了 必死无疑 这个大荒漠地方 轻易没有人来 就把他们饿死在这里 呃 是是是是 呃 我说这这位公子 这公子 我我我我说 我说 我跟你说实话 啊 我要是不说实话 我是大姑娘养的 我跟你讲啊 我们那个上司派我们呢 上那个星星侠 上星星侠呀 去接人家 他这个回语啊 说的结结巴巴 说不太清楚 陈家洛心想 别费着劲了 我干脆改用汉语 跟他说吧 陈家洛于是用汉语 跟他说 我问你 去接谁 这巴总一听 哦 感觉他这汉语 说的比那回语还好 呃 于是他也用汉语回答 去接那个 呃 小齐营 一位左领 陈家洛说 左领 左领是官名 他叫什么 你把公文拿给我看 这巴总 略微有点迟疑 心想 干脆吧 已经到这步天地了 我还说什么呀 把公文给他看吧 从怀里把这公文掏出来了 往陈家洛的面前一递 陈家洛拿过来一瞧 当时就吃了一惊啊 原来 这公文的封皮上 写着 呈张左领昭仲大人熏奇 几个大字 陈家洛暗想 哎呀 张昭仲啊 那天 在杭州狮子峰一战 这个张昭仲已经由他的师兄马珍把他带走了 说好 要把他带回武当山 去管教他 哼 怎么今天这个小子又到回江来了 他顺手把这公文的封套 拿开了 那个拔总想要过去拦挡 那个公文 你 陈家洛根本就没理他 把这公文抽出来一看 一看这个公文里边写道 得知张大人奉旨前来回江 甚是欣慰 现特派人前来迎接 下面属名是赵慧 陈家洛心想 张昭仲奉旨而来 也许是下达收兵的命令 也是他是代替乾隆 传达收兵的圣旨 嗯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就不应该阻拦 他把这个公文 就还给了那个拔总 好吧 这公文你带着 你去接他吧 啊 我把你这四个弟兄 都让他们恢复原状 哎 我说公司啊 你快点给他们都治治 他们这是犯的什么病啊 陈家洛说 你不用管了 陈家洛过来是手道病除 啪啪啪用手指的一点 这四个清兵 被点的穴道 都给恢复原状了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我说 我说八总 这这位 他们还想要问问陈家洛 可此时的陈家洛呢 已经牵过马来 和那位少女共同 两人各自上马 一块而走 这少女 在马上坐着瞅着他 哎呀你真能干啊 像你这样的人 在咱们组里边 一定很出名啊 怎么我以前没听说过呀 陈家洛 陈家洛微微一笑 啊你没听说过 因为没有人说呗 哈哈哈哈 哎 那个小鹿是不是你带来了 他饿了吧 给他点吃的 这少女 这少女一听 哎对了 所以这个少女从那个皮带里边就倒了一些马奶放在手掌上 把这个小鹿抱着让这个小鹿在那舔着吃 他这个手掌 白中透红 就像一只小小的羊纸白玉碗中 盛着马奶一样 这小鹿 吃了几口 在那咩咩的叫了几声 少女说 知道他在喊什么吗 陈家洛知道他在喊什么 他想他妈妈了 他在叫他的妈妈 陈家洛说 可惜呀 他的妈妈已经被那几个清兵给杀害了 两个人又行走了六天 到了第七天的黎明 走不多时 忽然看见远处一阵云雾腾空而起 陈家洛说 怕是要刮风吧 这少女仔细一看 说这不是乌云 这是地下的陈沙 陈家洛说 陈沙 这陈沙怎么会这么多呢 这少女说 我也不知道啊 咱们过去瞧瞧 两个人纵马几尺 跑了一阵 一看 前面这个陈沙扬得更高了 又听见隐隐约约伦传来的筋骨之声 陈家洛当时一正 急忙勒住这匹马 咪 姑娘 这是军队呀 你听这声音 他们仔细一听 那真是墓地里耗声大作 战鼓雷鸣 陈家洛说 看来是双方大军开战 咱们快点躲开她 两人勒马向东 走不多时 前面 尘头大旗 一飙军马是直冲过来 就听见这个铁甲撑枪 沉悟中一面大旗飞出 写着陡大的一个赵字 陈家洛在黄河渡口 曾经与赵会的铁甲军交过手啊 他可知道这铁甲军的厉害 一打首饰 那个意思前面走不通 折向笨难 幸好两个人这匹马呀 都绞成奇怪 一匹红的一匹白的 四堤登开又奔跑了一阵 把他那个铁甲军给离得远了 这个少女的脸上 现出一点忧虑之色 哎呀 不是咱们的队伍 敌不敌得住这些个人 陈家洛正要出言安慰 忽然看见前面 号角齐鸣 一排排的步兵列成队伍踏步而前 又听到左侧 战鼓鸡雷 大地震动 数万只马蹄敲打地面 满山遍野的骑兵 就拥过来了 陈家洛 左手一抄 就把那个少女抱到了自己的马上 拿出了自己的剑盾 护在她的胸口 同时把这少女也挡住了 他告诉那少女 别害怕 啊 这少女回头一笑 看着陈家洛 他点了点头 接着跟陈家洛说 那你说不怕 我就不怕 他说话的时候 吹气如蓝 陈家洛跟他相隔得很近 悠香更是众人欲罪呀 虽然深入重围 陈家洛的心头 反而产生了一点缠绵之意 您说这事怪不怪 眼见东北南三面都有敌兵 于是纵马向西而行 这个少女 怀里边抱着小鹿 这陈家洛呢 用这手 按着这少女 在他的马上 那匹红马呢 紧紧的就跟在陈家洛这匹白马的后头 往前跑了一阵 忽然看见前面 又出现了清兵 这清兵的队伍 来来去去 好像正在那步阵呢 哎呀 一阵清兵又挡住了去路 陈家洛心想 看来四处都有兵马呀 我们走不了了 陈家洛 暗暗的心中一惊 他纵马 驰上了一个高坡 想看看这个战场的形势 打算找出一个空隙 冲出去 他定睛望下一瞧 当时陈家洛 他就呆了 为什么 一看西面 密密密层层的排着一队队满清步兵 两翼都是骑兵 对面远说 是身穿条纹衣服的回族战士 长青如临 满刀四草 声势也非常的浩大 双方稳住阵九 转眼就有交锋了 原来陈家洛跟那个少女呀 已经陷在清兵阵里 只见阵中的将校往来奔驰指挥 千军万马是肃静无声 这个时候 清军已经发现了这两个人了 用数名兵兵奉命前来查门 陈家洛心想 今天可是神差归始 不知不觉当中 我们陷入了清兵的大军阵里 看来这条姓名就要断送在这儿了 可是又一转念 哎呀 这怀里边还有这么一个姑娘 我跟这么一个天仙一样的姑娘 一块死去 死人无憾呐 哎 面对着死亡 这心中还产生了一丝丝的甜美 所以陈家洛脸上露出了一种微笑 他右手一挥诸锁 左手一提僵声 喝一声 快跑 双腿一甲 这匹白马如箭立心 像一溜烟一样就直冲出去了 这清兵有几个人过来想要问你是干什么的 还没等说出来这话呢 白马早已经奔到了身边 这匹马快得出骑呀 一咱们眼的功夫就奔过了三队清兵呢 陈家洛心里边正人暗暗的欢喜 这马往前这么一跑啊 这姑娘在这马上翻身就坐在陈家洛这马的前面了 陈家洛暗自正高兴呢 这个白马突然收踢停步 不往前走了 陈家洛定睛一看 前面是铁甲军 排得非常的紧密 这马前行无路了 陈家洛凝神病气都转马头 他绕过铁甲军的队伍 就看见弓箭手 弯弓搭箭 长毛手 鞋挺着铁毛 一个隔着一个 一眼望去 不计其数 但他拉开了阵势了 只要是清兵的将官 下一声命令 他跟怀中的这个少女身上 立即就会乱箭窜身 你就是有通天的本事也逃不过去了 所以陈家洛 索性勒紧了马匠 不那么使劲 快跑了 他把这个马匠绳一带 这个马的脚步自然就放慢 他就缓配而行 不但说缓配而行 坐在他前面的这位姑娘 加上陈家洛本人 两个人都在马上 挺直了身子 膀弱无人 望前行径 这匹马 小翻蹄 巴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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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穆光向清兵 看也不看 因为此时陈家洛想到 不就是一个死吗 一死而了之 也就得了 死都不怕了 害怕什么呀 正因为这样 陈家洛 显得格外的沉稳 那么这个姑娘呢 好像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害怕 这姑娘的脸上 更是从容 两个把生死 置之度外的人 坐在了马上 稳稳当当的往前行进 这个时候 朝阳出声 两个人迎着日光 缓沛而行 那个少女头发上脸上 手上衣服上 都是淡淡的阳光 这些清兵啊 官兵树外 一起瞪着眼睛 凝望着那个少女 他们吵着那个少女 一个个都出了神了 每个人的心 忽然都感觉到剧烈的跳动 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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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 不论是军官 兵士 好像都为少女的这个貌美而沉嘴了 在这个绝世力中的光照之下 清军数万人马 剑拔弩张本来是要血战一场的 可是突然之间 就好像都中了血战一样 谁也不想放箭了 个个都在那呆住了 大家都呆住的时候 周围环境显得非常的静啊 忽然间就听见 当郎 当郎什么 有一个清兵手中提着长毛 瞅这个少女这么美 他瞅得忘乎所以了 这手都忘了提着长毛了 手松了 当郎这长毛掉地下了 接着又听见当郎 当郎 当郎 无数长毛都掉到地下了 弓箭手的弓也收起来了 军官们忘了下命令了 看着这两个人 他骑着马在他们面前 啪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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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过去了 不但是走过去了 他的背影也是那么美的 他们又瞅着那背影 尤其是瞅着那位貌美的姑娘 这些个清兵 连将官在兵室 心里边都在合计着一个问题 哎呦我的妈呀 这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 女人吗 她是人呢 她是仙呢 她还是神呢 就包括他那个大将军赵慧 在镇前亲自都师啊 瞅见这个白衣少女 在面前而过 又逐渐的远去 赵慧的眼睛都直了 哎呀 天下竟有这样的美女吗 人都说 女人长得漂亮就清国清城 可是这位姑娘 居然可以清君 还清敌 金庸长篇武侠巨著 书剑恩仇录 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